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立法事宜会议 听下政府介绍23条资讯的结果 今天我们会讨论一下 融合教育政策和财政预算安下 土地和工程优先次序的安排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在立法会研究基本法23条立法相关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表示 干犯非法涉取或披露国家机密罪的标准很高 从事一般正常传媒工作的记者 没有任何需要特别担心或关注 世界国际潮流将国家安全的涵盖面扩阔了很多 包括他们认为有所谓hostile stage threat 即是有敌意国家的干预行为 所以国家安全 保护国家安全 包括保护国家的基本政制 价值观 选举制度 甚至在军事 科技上的优势 经济安全 和我们国家的总体 国家安全观 都很相似 将来的立法是否都会这样的方向 定义是否都会这样的方向进行 有关官方机密 国家秘密 这些罪行 有些传媒都很担心 怕他们的报道可能会牵涉 是触犯 保护国家机密 但我也想再强调 就是今次我们的立法里面 其实记者朋友是从事一般正常的传媒工作 实在是没有任何的需要去有特别的担心或关注 因为无论就是国家秘密的定义也好 或者将来会构成罪行 需要一些意图也好 其实一般正常的新闻工作者是很难想象会有机会触及到 还有我们在说一些是明知故犯的行为 都不是说一般不知不觉 正常的时候是会不断法 政府向教育事务委员会介绍为普通学校推行融合教育提供的专业支援 议员指教育局在有关方面的工作处理得当 不过希望政府在有关问题可以加强跨局之间的协作 也需要加强与社区之间的统筹 为家长提供全面支援 我们采用双轨制的模式推行特殊教育 除了一样有较严重或多重残疾的同学入读资助特殊学校外 一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学会入读普通学校接受融合教育 在2023-2024学年于公营普通学校就读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学 约有64,220人 融合教育建基于平等机会因材施教的精神 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学融入主流学校 学校需善用校内及校外的资源 透过各方面的调色及支援策略 照顾同学不同的学习需要 协助不同能力的学生涵接多元出路 近年政府投放在融合教育的开支 由2017-2018财政年度的15亿元 大幅增加至2023-2024财政年度的38亿元 增幅约150% 我们乐建有发展的 但坦白说这么多年来 特别我们接触家长都面对很多困难 在过程中的例子里面 很多环节上都出现困难 我想一个具体的建议是如何加强 就是家、校、社、医的合作 因为有几个环节 我们现有资源在这里 政府放很多家长教育、工作、学校有资源 社区也有很多资源是帮助CN的学生 医务方面都有的 但现在很松散 作为家长都不知道如何寻求一个帮助 议员提到我们再多一些不同界别的网络 亦都在社区的层面 我自己觉得从一个我们在教育局的角度 在学校里面现在的网络 因为学校里面其实我们都有一个跨专业团队 正正我们跨专业的协作 都是刚才我在开场发言的时候提到 五大融合教育的原则之一 而学校里面也有教育心理学家的服务 也有不同界别的人士可以帮助 其实本身在学校里面 我们看看如何再加强一些沟通 我相信或者都可能达到 议员刚才说到的目标和果效 至于跨部门的协作方面 其实举个例子我们几年前 在局内我们制定一个 优质幼稚园教育的政策 当时也特别有一个小组里面 我们其实也有邀请到社署的同事 卫生署的同事 大家一起去照顾去了解 去就着如何加强对于 有多元学习需要的同学的照顾 其实我们也是很强调 很明白得到跨部门协作的重要性 立法会议员陈绍雄指出 面对外部环境和内部信心的问题下 财政先司长在财政预算案中 还不忘投资未来 尤其是涉及土地储备的增加 以及有关我们未来产业的发展 他认为这份财政预算案 和施政报告是一脈相承 都是以未来产业为道向 相比以往几届政府 较少提及这个部分 在外部环境地缘政治 以及大家在全世界的经济变局下 再加上在本地的一些信心的问题下 如果要做一份财政预算案 的而初是很困难的 但是财政司司长发表了财政预算案 我欣赏他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他说得很清楚 坚定信心 然后怎么样可以 未来发展的时候 是找紧机遇 和要朝向一个高质量发展 那个方向是我非常认同的 我一直建议给财政司司长 或者特首的 就是关于我关心的环保 可持续的部分 尤其是碳中和未来目标的 一个争取达标 其中一样除了能源供应之外 就是交通运输 我一直都提倡绿色交通运输 在财政预算案里面 都明确的 很清晰地政府是希望 尤其是私家车 逐步转型去新能源汽车 尤其是电动车 而且是商用车辆 又是提供誘因 让它转电动车 但是有一点就是在财政预算案 未是很着目的地方 就是在电动车充电设施的部分 就不单只是屋苑 不单只是政府 或者一些商场停车场那边 还有就是未来的交通输楼的配套 如何可以增加一些充电设施 是方便用电动私家车 或者电动商用车的车主 或者司机 是可以放心 有充足的充电设施 可以配合 除此之外 还有我建议政府考虑 成立一个中央的采购平台 因为未来 你也知道我们有若干的工程的话 三年五年间 有一些叫通用的工程 或者建造的物料 是肯定需要的 与其是说你每一次工程 就让承建商去逐个工程 按它需要等一下去投标 去买这些物料的话 通过一个中央的采购平台 它是可以在未来三五年间 就锁定了若干的数量的通用物料 陈绍雄指出刚结束的23条立法咨询 收集到的意见大部分是支持立法 并且是尽快立法 他认为在香港生活的人士都需要对法例有所了解 同时决定在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中 担一会误度法网也是可以理解 因此政府也要做好解说工作 因为我一直都说就是早一天立法 就早一天来减低相关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除了政府现在立法会 很快上来立法会 我作为其中一个法案委员会的成员 我就会全力以赴 希望可以尽快可以审议法例 确保法例符合了国家安全的要求 符合了香港的活动环境 法例立了之后要做的工作更加重要 包括中小学的教育 包括我们市民大众街坊 他们是就着他们的生活里面 有些什么疑惑或者疑类那些 利用了各个渠道去解说 用一些让他们容易明白 譬如有些生活上出现的那些情景 做一个解说 好 在刚刚这个星期 财政预算案继续都是立法会关注的议题 其中就着教育方面的举措 立法会也有讨论到 就着非华语学生的教育支援 以及为普通学校推行融合教育 提供的专业支援 尹尹 在这个委员会里面 实际上议员的关心的地方也很多 包括在说的局长和副局长 分别也上去介绍了两份文件 而有关这个融合教育里面 其实副局长也一再强调了 是在这个平等机会之下因材施教 因此其实除了说是大量的撥款 还有其实是去到每一个学校里面 其实是从17年到现在 都是不断优化的措施之外 其实个别的个案都是需要他们特别的关心的 没错 主席提醒官员 你们早点让我们的议员看文件 让他们精准地问问题 所以有时我觉得 究竟是我们的议员不做功课 还是官员不做功课 真的官说官有理 不过就在非华语学生的支援方面 其实也有提醒到的 现在我们无论在中小学和幼稚园 我们有26,200个非华语学生 在我们学校里面 占了这个公营学校里面 就大概3-5% 3-5%的同学在我们一般的公营学校当中 其实会上的议员 也有关心到他们的融入措施 例如到底他就着中文的教学 第二语言学习的调式架构的调整 阿尹长 你又觉得他们的关注是否都是入理呢 他们个个都会 发问的问题 我又分享我的经验 我八几年的时间 我都曾经是移民过加拿大的 我们当时的英语 就不是我们的本土语言 加拿大政府就会有一些资源 是给社区里面做一些培训的 是给我们的新移民 去到学英语 因为是非本地语言 我想回香港 我们既然有这么多 非华语的学生来到香港的话 他们不懂华语 不懂本地话 必然是这样的 尤其是汉语是比较难学的 所以我觉得 那些语言只说 你在学校里面做多少 其实做多少都不够 最重要是比较难学的群体 甚至乎在社区里面做一些恩财师教 大家都很明白的 有时候我不可以为一小小两三百分比 就拖慢了我们的教育制度 如果你们要融入这个社会里面 你要回正规学校 你想将其他时间去社区里面 去所谓补习 甚至乎有一些社区教我们 以及一些日常生活的用语 是重要很多的 就着这个非华语的语言学习 其实在会上 局长也一再强调的 是有关中文学习 以及教师的专业 甚至乎有一些就着学校的需要 各别学校 他们会有一些额外的支援 但不过说到共融 又去到我们所谓的融合教育 因为有不同能力的同学 或者是有些不同需要的同学 去到我们的一般的学校里面 其实这一个都是一直以来的政策 那会上也有议员就提到 就是尹长你刚才的观点 看文件 副局长的介绍都是很好的 他们这几年都不定地投放 很多资源和深思 但是就例如是 曾文广议员、迪志愿议员 都有提到 家校医社网络的合作 才能够真正可以帮到 有不同需要的学童 他们的学习 以及乃兆生活里面的支援 而副局长也都提出了 其实即使你说 是要由教育局统筹都好 实际上现在在我们这个 融合教育这个措施里面 已经凝聚了不同的专业在学校里面 这意思就是你不要叫我统筹其他局 在社区层面去做个社区为本 社区为基地的一个融合措施 而是回到我们这个校本的融合措施里面 教育当然是教育局的责任 我们不要一刀切 我们不要说这些东西是教育 就是你教育局做 其实其他局 即是经验培训 其他的工商 甚至乎很多的卖计等情况 都可以在现在 在这个阶段里面 大家融合了 大家一起携手合作 我上次也这么说了 官商民一定要合作 才可以做到好这件事情 是的 刚才尹尹你也有提到 就是有关生涯的规划 其实议员也有提到过 譬如是周文广议员 也有提到 其实对于一些特殊需要的 例如是SEN的同学 其实他们的毕业后的生涯规划 也是很重要的 因此也促请教育局 在这方面要继续投入更多的 心思和资源 局长和库着讲 应该不断地介绍 其实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 还有我想现在这届的政府 很多个局都已经是 打破了以前的框框 我看到其实现在已经是 很早已经是加入了 那大家可以大家攜手合作 为香港的市民 为新来港的非华语的市民 因为我们也想 他们是我们新力军 如果我们在教育帮他们做得好 他们能够开心 能够在香港发展 那也都可以帮我们的人口政策 是可以做得更加好一点 突破框框 及早介入 和令大家开心 就不是只在教育范畴的 那也都 关心到土地供应和工程的优先次序问题 是 大家知道在财占预算案里面 其实市民很关心 很开心的就是撤纳 其实其中切纳以外 其实土地供应方面 其实政府有一个宏大的目标 预计在2024、25年度的 这个卖地计划可以有八幅的住宅用地 可以提供有万五个可以兴建的单位 那也都是期望在未来五年里面 准备好可以兴建 不少于八万个私营房屋的单位土地的 那同时也都是有一些商业用地的那个供应 也都是有个比较宏大的愿景 那因此就在财爷上立法会去分享的时候 其实那些议员都关心到 你除了说房屋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基建项目 有一些工程项目 其实那个工程的优势的考虑在哪里 尤其是我们有两位工程界的议员代表 盧偉卓就说 其实经常我们过去都遇到很多同一时间很多基建 要么就饱死 要么就饿死 对 那还有就是在远在不太久之前 几个月之前 立法会也曾经有个文件 就是何君严议员也提过 所以说为什么工程造价 就常常都是超资的 那现在在摆在面前的 就是接下来要建这么多楼 有这么多工程项目 大家关心到工程优势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财势的出现 那我们的储备已经跌到 只有七千多亿的话 那当然很多议员都关心 喂 我们够不够钱的 你说发债而已 是 借债就不是家财来的 那怎样呢 其实呢 我就觉得这样的 如果我们很简单 人生任何公司都是需要借债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买层楼分期付款 你都是先花未来钱的 是 我觉得就是说发债如果是做这个投资的项目 将来是赚到钱是还得到的话 就没有坏的 那至于说说 为什么那些项目有优先次序呢 当然了 今天如果我们适应环境的话呢 我们已经受过以前的教训 因为金融风暴呢 我们有某个财势呢 就会当时停止了卖地等待情况 我觉得政府坚持仍然是会有基建 仍然会做地呢 这个是绝对对的 是 不过问题呢 我们正如回应盧偉国议员说呢 就不要真的一时饿死又饱死 因为很多时候 如果下次推出了太过工程多出来的话 我们本身那个劳动力 我们建筑的人手都不够的话 就自然就摘下了成本价 那只有成本价的话呢 那到时就可能就太过多超资了 那今时今日 我们政府已经有这个过往的教训 那改一些方式呢 我觉得是有进取的 嗯 是的 财政司司长的回应呢 就说他呢 就会是有推出一个财政整合计划 那会管控公共开支的增速 那但是最重要的呢 就是他一再强调 其实现在已经是投入服务的 就是有一个控制工程成本办公室 那控制工程成本办公室 例如你和城规会拿个豁免 那是起高一点 那结果呢 就是帮他们截散了建造成本 那因此呢 就 才义就说了 一就有这个办公室帮大家把关 第二呢 也有议员提到 你的公务工程会不会咨询大家的 那也都承诺 各别的工程项目一定会听议员 和地区的意见 那尹长你有没有信心 这个办公室的成立呢 当然是做了很多我们以前做不到的事 是好的 一定是好的 但是我又会觉得这样 除了看工程那些开支之外呢 其实我们经常都发觉 为什么会有很多建筑公司 有些建筑公司是难尾的 甚至是现在近期 有公司要破产 对不对 那又因为呢 在工程里面 说实话 几年的工程 很多时候呢 就因为工程的延误 或者有一些叫修改的预计 VO 那于是建筑公司 和这个业主 即是发展商口 什么都好 就会有一个争吵 大家对于说 你claim20天 或者claim50天 我做发展商 我做业主 说不行 你改多了 于是乎建筑商里面 有自己的想法 我会claim多钱 我会拿到多少钱回来 但是发展商 或者业主也好 又会有另外一个看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办事处 其实是不是可以再深密一点 要看看他们的付钱 他们claim的钱方面 作为一个第三者 就是调停也好 或者是他们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方面做多一点的话 就可能保证我们的工程 没有那么多疑问 而且也会令到工人 不要说有汉出没粮出 是的 这个继续是靠政府把关 议员把关 但其实在说的 无论是在说工程缓急 人手和资源 其实都是在说香港境内 是 叶楼素议员就提了一个 比较创新的想法 是 我们现在不停说要和大湾区互补 是 财爷 你可否在土地方面都想想大湾区互补呢 其实我们甚至有些年轻人 现在都考虑是不想置业 甚至乎已经是在我们大湾区居住了 这个似乎都是一个创新的想法 财爷就说可以从长计议的 已经开始有了 就是我们的资金流动 因为我们以前在香港人 上去买楼里面是很难拿的 现在就做多些方便了多 我觉得这条路是正确的做法 那我们继续关注土地的发展 密切留意立法会的讨论 下集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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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